麥克風 哎呦 摔機了 這個倒沒什麼 如果說你在裝相機 你鎖在這個點的話 你就完蛋了 你會摔機 這個點是給手機跟運動相機用的 那麼這個點是給我們的 相機用的 好 那最好是 要拿專用大顆的大台的 這一台我只是要測試它 會不會咬合得住 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這台相機實在是太重了 重的不要不要的 那麼 超重的情形之下呢 這個 雲台的咬合力會負擔負荷不了 純粹就是要讓你們看一下負荷不了 不給面子 它咬得動 他媽不可思議 太不可思議了 那麼這個 這個咬合得住 什麼原因呢 只能說 優秀的優覽子做出來的東西 就真的好的 沒話說 太厲害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沾仰一下 這個是 布面設計 布面的 布面設計 好看 然後呢 那我們的這個 三個冷靴呢 一個是麥克風 一個是燈光 我們都把它考慮進來 等於說我們在直播的作業流程當中呢 還可以有燈光 重點是完全沒有穿幫 優秀 這優秀的性能表現沒有穿幫 好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運作呢 我們當然呢 希望 能夠 把整個直播 錄影專題 做得更棒更完整 記得邊拍 邊錄影邊打照片 然後我們來看效果 這一支腳架可以買喔 這支腳架真的可以買 很厲害啊 居然有辦法咬合得住 這麼大一台相機 那這個避免翻車這支腳要把它拉開來 不然會翻掉 那桌上型可以用 出外可以用 然後旅行可以用 自拍可以用 算是 蠻厲害的 那教大家配置什麼呢 燈光 麥克風 授音 還有 讀稿機應用 好以上呢 簡簡單單的介紹給大家 謝謝